來,同心大家好 報告一個好消息 大家在找美國軍事政府在我們台灣運作的政局 驚人 人家說的,可能是準備好了 所以他的股價自己收出來 你知道嗎? 就是這條 這條很明顯的是美國軍事政府在我們台灣 開始做動作 有大規模動作 他的腳已經收出來的一個政局 這條消息是我 我好像 早上六點或七點多 同心就有人傳給我 再來又有同心陸陸續續傳給我 大概傳了三四次 這樣我不知道 你知道嗎? 我早上六點就收到 後來又去傳 大家傳出來說 算是一個好消息 其實代表我們同心的民感度很好 代表他這個 他有一個對這個政題方面 我們台灣國際在變動的方面 他有一個民感度 我相信 在關心美國軍事政府 要去台灣的這件事 動心都一定有感覺到 有很明確的 在你的心臟裡面 就明確知道說 美國軍事政府一定來到台灣 我跟各位說一件事 這個消息一放出來 代表說 他一定保底好了 他的前置作業應該做到差不多 這會把這個消息 放出來 因為齁 我們在拆財經 我們 裡面 我們有去學留一個 就是 那個時間序列 time theory 時間序列 時間序列 時間序列裡面跟我們說 一些事情 過去的事情 現在的事情 跟未來的事情 我們是要 我們一般你做 財經來說 做運作來說 都是要看未來的動作 未來會 他會做什麼樣的動作 但是你要知道未來的動作進行 你要知道什麼 你要知道過去 你要把他過去 所有的資料裡面 都找出來 相關的參數 我們講的 那叫做相關的參數 他的活動 他確實的活動 都要量化 量化 我們這專門做的就是把人好事做量化 其實 照我的了解齁 照我的理解 任何事情 都可以量化 嘿 都把它變成一個數字 齁 是可以量化的 為什麼呢 我們現在的電腦裡面齁 我們的一些文字 什麼其實都可以量化 齁 那個我絕對沒有亂講 你看看 我們的電腦裡面齁 全部都數字 都是0 1 2 3 4 5 6 7 8 9 都會做的 你如果要打過 那個就是 程式語言人 你就知道 其實他就是量化 程式語言 他本身就是一個量化 他把所有資料裡面 都開始做量化 齁 所以你如果一個 打過很好的人 我是建議說 你去做這個 你用高雷的孩子 去 算說 發出一個叫什麼 叫做 那個就是 資料處理 就是那個 資訊處理 未來資訊處理 會非常的紅 我們所有的東西 都可以量化 齁 你知道齁 所有的訊號 黑的 白的 什麼紅塵 黃藍電子 你想到的 文字其實全部都可以量化 大行都需要 大量的把它數據化 那叫做數據化 也叫做量化 因為我們未來要做資料庫 要做AI 那需要很多的這種什麼 程序員 什麼叫做程序員 把所有資料做量化 量化之後要做相關的資料庫 還有相關的演算 相關的計算 哇 我們這種人欠很多 AI不是口號 AI就是需要這個什麼 把所有資訊量化 然後做判讀的 我建議說 你孩子裡面 這未來是一個 他未來是一個險學 未來五十年 你如果讀這科 我告訴你 你絕對 我告訴你 找到工具 而且工具都很好 他需要很多的 把所有的數據做量化 所以我鼓勵 你現在孩子二三十歲 年輕的 你要往 這一塊去學 當然你創我四十幾歲 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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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相關的 要把資訊做量化 但是我 你量化 是 我是在做判讀 我的量化這些東西 我是在做一個解讀 因為我要 預測他現在在做什麼 他未來的 他未來要做什麼 他未來的目的是要做什麼 然後跟我們相關的法律 是不是有相關係數 是不是 他有你照法律去做 因為我是專注這塊 因為這個 資料庫處理可以講的東西 真的是 非常的多 那我們今天不是要談這個 我們今天 就是要談這件事 白宮宣布 軍聯 軍備原台3.45億美 這件事我公開跟你講 這你講什麼你知道嗎 美國總統跟他的軍事政府在台灣 一定公開在動作 我再重複一次 美國總統跟軍事政府 現在要在台灣的動作 都已經公開了 已經可以公開了 近今我都沒有看過這個消息 對 你知道嗎 這件事是很嚴重的是 總統直接下民靈 美國總統直接下民靈 在美國的扣棒裡面 直接把裝備問到台灣 不用經過國會的程序 也不用經過正常的管道 總統只要特批 就可以直接過來 哇 這件事很難 我先給你看 我看了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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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去年就知道了 但是我知道 但是我都看他沒有做啊 他都沒有做啊 一直到 今天 這個消息一放出來的時候 我就確定說 這個美國總統跟軍事政府 在台灣一定保底好了 已經佈置好了 因為 但是 這個消息一放出來的時候 我要說 人家就做了 這個 這個的話 對我為了 其實他是落後資訊 落後 其實我說 我看到這個落後資訊的時候 我再想一個問題 美國總統跟軍事政府 軍事政府現在還在台灣做什麼事情 我們還不知道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你還要收到這些問題喔 這個消息一出來是落後資訊 你知道嗎 他是落後資訊 你知道嗎 你要判斷說這個資訊是落後的 還是 現在進行事 這件事是落後資訊 我給判斷是屬於落後的 然後他還有一些動作 軍事政府跟總統在台灣還有一些動作 還等你進行 我們不知道 他還沒說 因為 我們如果一個人 你做動作的時候 他的 他的所有東西 他其實是連貫的 跟我們走路一樣 你知道嗎 他是連貫的 那是有個連續性 所以那也說了 我們都時間序列 time theory time theory裡面在講這些東西 很多東西他是做連續的 然後還有 我們之前也教各位一個理論 就是說 那個什麼 那個波動蟲劇 你如果看到一件事 大事 要發聲進行 你會看到很多 很多相關的消息出來 幾乎你每天 都聽到美國總統 還是國會 美國的政府 對我們台灣 還有什麼樣的方案 什麼樣的名字 或者一堆的名字 都在台灣結果來就對了 你以前看過這個情形 我們說是十歲 你們現在有六十歲七十歲 我問你一個問題 你以前沒聽過這個 美國對我們台灣的消息 這麼多的頻繁 有沒有 沒有 你沒看過 我也沒看過 我吃到四十幾歲 我現在才看到這個情形 尤其這三年 好 我看到這個美國對我們台灣的動作 有夠多 我們差不多 我們這三年 美國對我們台灣的動作 差不多 超過七十年 超過七十年 真的有夠多 這就是我們說的 波動從事 這個代表背後 後面會發生一件 驚天動地的事情 驚天當地的事 絕對發生 它是還沒發生而已 它在運量 跟我們第一次一樣 前面都輕輕的搖 想要搖一個大的主陣 你知道嗎 我們現在在等什麼 那個主陣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這套的理論 叫做 波動從事 叫做 時間序列的連貫性 你都要知道 這是很要緊的 這些東西 其實它是一個 人家說的組合權 它是連貫的 你如果看到他頭 你做什麼工作 你會知道 後面要發生什麼事情 其實要發生什麼事情 很簡單的 主陣是什麼 三件事 三件事 我理由 主陣就是三件事 第一 其實這我們都知道了 但是我也要跟你說 第一 美國軍事政府 會在台灣開軍事法庭 先判中華民國 拆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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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二次拆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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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 發的新聞情出來的時候,就代表他要做了 到現在,他也是奉公公的職業 包括我們的康明也是要做這些事情 會讓台灣人的國際 跟我們的什麼? 跟我們的這個合法的政府,叫做台灣政府 這都誰在台灣管理 我上一篇的演講,我有講 講到這個問題 為什麼我們的政府 叫做台灣政府 原因也是 在台灣關係法裡面的規定 你如果沒有你去聽詞的 沒有,那個 我的上一篇,大概幾天前 第三件事 管理一個中國的問題 台灣的中國難民是要怎麼處理 這就是一個中國的問題 美國會被 他們中華人民共和國做一個管理 這陪中國人在台灣,你們要怎麼處理 你們把我們美國帶他們一個中國,你們要怎麼處理這個問題 你們說你們兩岸的中國人,要好好和平解決這個問題 你們要怎麼改管 你知道嗎? 等於說有兩百萬的中國難民 他要回到中國 你們要怎麼處理這個問題 或是說可能 轉換其他的國家 這是一個 國際人權的問題 這個我不方便去評論 因為這是未來的事情 因為我不是我切膠 我不知道要怎麼處理 但是以我的立場 這兩百萬的中國人不可以給我留在台灣 全世界很大的,看他要去哪裡 因為這些人留下來,對我們台灣一點好處就沒有 幾乎是沒有好處的 只有壞處 你看他七十幾年 把我們台灣 做成為精神的,你把我們認定 你把我們騙 騙過,他偷強 說到實話 這陪中國人很可憐 最可惡的中國人在我們台灣 這是我們說是我們的世仇 我們的敵人 你懂得意思嗎? 我們怎麼可能跟敵人拖著會呢 我說實在會啦,這不好啦 我們 不要想說我們要和解 麻煩你離開就好了 你離開台灣 不然這陪中國人在台灣就只要給他餵水而已 你懂得意思嗎? 對我們台灣一點點幫忙就沒有了 生家就沒有,放家才有而已 這交給美軍去處理啦 其實美軍也知道這些事情 反正這陪全世界很大,看他要去哪裡 其實兩百萬人不多啦 他就不要留在台灣就好了 他都和平離開,沒有關係 世界很苦,看你要去哪裡 你懂得意思嗎? 我也說一句老實話啦,這陪是敵人 站在我的立地,我沒必要 你要跪著求我,我會不會留你 你懂得意思嗎? 但是你要和平離開 你懂得意思嗎? 你就和平離開,你跟那個日本人離開台灣一樣的 辛苦帶一千塊,看你要去哪裡 一千塊,看你錢而已而已 如果美國給你規定一個所謂走你就走吧 世界很大的 就是這三強的事情 當然我第三強的事情,你說的是代表我的立場 並沒有代表美國軍事這個立場 都看你要去全世界很高的嘛 當然你要嘛 你用去做法橋啊 或是說 美國要幫你收留 你就去美國吧 你就不要留在台灣就好,世界很高的 因為 這陪人留在台灣,就在那幫你補那補的 我都都壞的啦 啊那美軍覺得很好,麻煩你收一收回去 你知道嗎? 你讓我收起 收起 把這陪 垃圾中國人 去做你美國公民 我也沒問題 那你家的事情 不要留在台灣就好了 世界很高的 你知道嗎? 啊你就 你如果說 你美國要補 我也沒意見 你知道嗎? 但是這陪如果收下去 都是只有壞的 只有後遺症而已 因為國民黨 這陪中國人在台灣 這個你知道嗎? 一定做到暖了 你知道嗎? 他的 腳擺一定 一定發黑了 已經發黑了 中國人怎麼說? 這陪國民黨回到中國人怎麼說? 啊這還要回來本的了啦 人家習近平說 啊這就百年爛黨 啊這百年爛黨 說了 說了 說我也是心有七七的 真的有夠暖的 國民黨真的有夠爛 他連 連 連共產黨也瞧不起他 看他亂爛就好了 其實共產黨也做得不好 但是 國民黨做得比共產黨還要爛 看他亂爛就好了 所以人家說的叫做百年爛黨 啊還要回來本啊 有沒有 你看 你看 這陪中國人走到大人都沒了 我講實在話啦 好 那 啊 就是這三個事情 啊是不是會發生戰爭啊 我認爲 我跟你說一件事 我如果站在習近平的 立場應該不會 為什麼呢 因為台湾在中國民國 竟然受不了 啊我就減一個對手啊 米 美國把我受不了 啊我 說的是我為什麼要 我為什麼要打台灣 我沒有必要啊 中國民國 我減一個對手啊 站在習近平的立場來看 我們共產黨 減一個 潛在的對手 其實 哈 他也沒有必要去打 去打台灣啊 哈 人家習近平要消滅的是那個 每天要反攻大陸的那個中華民國 就是國民黨這批人啊 人家吃你爬壞 人家主要要消卑 消卑中華民國 啊你這傭的 人家跟中華民國在那裡打 你就死人在那空的 啊 中華民國不是什麼好命啊 那是灰漏啦 你知道嗎 那是灰漏啦 啊我們台灣就是台灣啦 啊我們現在要做 台灣政府跟中華民國要違規啦 中華民國看國民黨 要跟中華民國採那堆 世界很困 看他要去採中華民國的新主牌 你去 你去北極採 採也好 去 南極採也好 還是 格陵南島 還是你要去一個無人島 去採你們島的中華民國 那你們島的事 不要給我採在台灣就好了 世界很困難啦 看你們要跟中華民國這支 新主牌採一堆 我都沒意見 不要給我採在台灣就好了 啊你這些中國人 這些國民黨 帶來這些中國難民 都離開台灣島就好了 台灣就沒有什麼問題了 好那我們再繼續再講 下去 我們要講 這個美國總統 跟軍事政府 在我們台灣 一定開始 公開跟我們說 他在動作 啊我們要講 後續還有什麼動作 美國總統跟軍事政府 對我們台灣還有什麼樣的動作 他有可能做的動作 當然 目前 最重要的主 主政 隨時可能會來 但是我跟你說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 我真的不知道什麼時候 你也不要問我 我真的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背後有一個主政 主政就是我剛剛講的那三件事情 第一 軍事 要軍事我一定要先破中華民國 第二 要先去台灣政府 會讓我們台灣國際地位 第三 現在 這批中國難民 跟一個中國 他們要怎麼去處理 你說的法動政策 應該是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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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近平沒什麼空 應該不會 好那這三件事情 就是我們的主政 好不好 還有說到我們台灣 國際地位是 一小美責的事情 這也整個都會拼出來 你到時候就整個都拼空了 這就是我們的主政 但是你說什麼時候 我真的不知道 有可能在明年 要快一點 有可能今年 今年 今年 九月十月也有可能 不懂 什麼人知道 因為 我不是 因為我不是操盤者 我不知道 但是我可以猜 我可以猜出來 是不是要發生的 我跟你說 如果真的這些事情 要發行進行 所有的消息 會越來越 越來越大 然後頻率會越來越高 你可以的頻率越來越高 然後那個政府越來越大 你就知道 越來越逼進我們的主政 你知道那個意思嗎 現在我目前看過 還沒有 我還沒有看到 目前最沒有 我這一個月 未來一個月 我還沒有看到主政 但是我已經看到 他已經有了 你知道嗎 一定開始盪盪了 你知道嗎 那軍事政府和美教總統 在台灣一定開始盪盪了 所以我說 第一次進行開始盪盪了 地震已經開始盪了 你說什麼時候要進入主政 我真的不知道 你不要問我 可能就一個月後也不一定 大家 大家只要記得我 判別的方法就好了 頻率會越來越高 政府會越來越大 頻率就是 哇 一天可能兩個消息 三個消息 哇 軍事政府又如何 美國贏的病又如何 又來台灣又如何 你知道嗎 頻率越來越高 哇 消息一條這麼多一條 哇 有非常大條的 哇 蔡英文又如何 什麼人又如何 跟美國又如何 你知道的意思嗎 哇 你就看這個政府越來越大 你就知道他後面有主政 主政要來 好不好 我用這個方法來判斷 主政是一個常常態 我問你做這個時間序列分析 也是這樣子 他叫做 時間序列分析 裡面有個叫做破洞重拒 破洞重拒裡面 講到什麼是主政 主政怎麼來的 那個 所有的消息裡面 是彼此關聯的 他有相關性 他指的一件事情 剛剛就是我講的 那三個大的事情 會發生 好不好 好 好 現在我們要講 開始頂端 我們先來看 這個消息 怎樣說 這是 早前的消息 早前就有東西走了 早前不知道幾點 我不會記得 反正我起來我就看到這個消息 可能大概 他是六點七點發給我的 然後 還有 還有東西 發第二條 第三條 都一直發洞外 我不知道 這什麼意思 叫我愛講 叫我 要講 所以他都很多情 跟消息 他一直拼在我面前 叫我愛講 你知道嗎 他 我說 我們的 導師也很聰明 他想知道什麼消息 他就主動發洛華 你知道嗎 發洛華什麼意思呢 他就叫我 更快演講 更快講 我這樣發洛華 我就了解說 我愛講 你知道嗎 我相信我講 好啦 既然我哪有用 我就講 來 我們來看一個消息內容 美國當地時間 28日晚間宣佈 就是張 張 我們 也差不多 就是我們 今天 早上的 債器 向台灣提供3.45億美元 的軍事援助 是 拜登總統 透過美國自身軍備儲備 幫助台灣對抗中國的首個 重大計劃 那白宮表示 該計劃還將 為台灣人提供國防教育 培訓 兩名不透 不願透露姓名的關聯指出 華府軍聯內容包括 可虛式防空飛彈 情報和監視設備 槍炮飛彈等物 美國國會議員一直呼籲 國防部和白宮 加快提供台灣武器的腳步 希望藉著提高武力犯台的代價 阻止北京此念頭 報導也提到 這些武器交互受到的 新冠大流期的供應鏈問題阻礙 並因為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全球國王工業壓力倍增 不同於以往的是 這項援助是 去年國會批准的總統部分權利 這說的喔 這是總統的管理喔 總統現在有那個管理 直接在美國國王部裡面 在扣棒裡面 直接把裝逼 運來台灣 特批啦 齁你知道齁 就等於直接是 特批了 這什麼意思你知道齁 台灣是一定進入什麼 戰地政務 美國總統 直接 戰地政務的狀況 齁你知道嗎 這就是要害 我就是只要聽這句而已 美國總統 現在對台灣 有直接 調度的管理一定會齁 一定開始在動作 啊這代表什麼意思 美國軍事政府在台灣 第一運作 你知道意思嗎 等於說 美國總統跟他的軍事政府 可以直接 在台灣 進行 相關的 軍事還有政治活動 好不好 齁 這是一個很重大的宣誓 這不是我們所有的東西做的來 齁你知道嗎 齁 齁不是說什麼 我們搖一下就 算是說 美國軍事政府和總統人員的 對我們台灣的計劃 對我們台灣的計劃 啊現在等你進行 齁 所以我們這個控美案 其實也是裡面的一環 齁 都是在那美國軍事政府的 這個 安排之下做的 齁 也是美國政府第一次 透過總統 撥款權 提供台灣防衛服務 哇 第一件 這就是第一件 這就是美國總統跟軍事政府 在我們台灣運作的什麼 齁 齁 標誌 我已經看到了 啊所以 因為他是第一件 我才特別拿 齁 這件的事情出來說 啊如果以後我就不會說了 你知道嗎 因為 第一件比較遺憾 齁 比較有報導的必要 啊如果第二件 第三件 大家顧料要 其實那也沒有報導的必要 大家都變得很習慣 我們以後就習慣到美國總統齁 都在我們台灣做 一個動作 好像他比蔡英文更大 這樣 好像我們台灣的版面都美國總統 啦 跟美國國風暴啦 哇美國的這個什麼議員啦 國會啦 齁你知道嗎 好像你管理台灣 好像你通領台灣 啊蔡英文好像 就整個這樣給他 你知道嗎 齁你知道嗎 齁這樣就對了 這樣就是 美國軍有時候 要跟我們做台灣政府的 什麼錢做 好不好 我用他的 他用 步步逼進 齁 啊用這個簡明法 給台灣人 慢慢去了解 欸 美軍好像真的在討論台灣 喔 不是假的齁 你知道嗎 是真的齁 齁 台灣人慢慢習慣 美軍跟美國總統 跟美國國會 齁 齁 好像我們台灣的生活是 很密切啊 齁 齁 好像是美國總統在管我們台灣 齁 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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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的政府叫台灣政府啊 啊 就沒什麼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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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其實這樣就過手了 順利成長 我們台灣政府就實力了 你知道嗎? 中華民國就怎麼結束在台灣的什麼 富裕法統帝 中華民國畢竟台灣的統帝是富裕法的 你知道嗎? 非法統治 他也不是合法的 你知道嗎? 那是臨時的 這個 美國政府第一次透過總統 撥款權提供台灣防衛物資或服務 可以從現有的庫存中提取 不必等待軍事生產和銷售 順利說什麼意思 美國軍事政府直接在管台灣 各位你想一個問題 用膝蓋想就好了 中華民國 那不是一個合法的政府和國家全世界有人信任嗎? 沒有 中華民國現在怕不出力 他只騙我們這些傲人 說台灣是一個主權到底的國家名叫中華民國 放屁啦 你如果主權獨立人家為什麼都不承認你 你知道嗎? 中華民國在全世界沒有人跟你信任 你現在出力就要抓五環籍 難民籍 在那裡電 電說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名字叫中華台北 說的是一些消費 全 全世界正常的國家 法國的人民拿到法國籍 英國的人民拿到法國籍 英國的人民拿到英國籍 阿 烏克蘭的人民拿到拿到烏克蘭的籍 就只有我們籍籍 你知道嗎? 我們出力就要拿那個五環籍 拿那個難民籍 你就知道說 幹事我們有問題 不是世界物在我們 是我們自以為是 我們一直覺得中華民國是一個國家 實在來說 你看 中華民國都不是一個國家 全世界現在剩十三的方角國跟你承認 我問你啦 剩的一百九十的國家 是脈子都脫肚的 人家真的都不知道中華民國的新聞 人家都不知道 實在人家都知道 這個中華民國的流亡政府 難民政權 非法組織 非法將管台灣 你說他們都不知道 知道 所以 我們不能再騙自己 我們不要自欺欺人 說什麼 哇 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人家的名字叫中華民國 他媽的放屁啦 你就是中華民國 你就是流亡政府啦 所以 不能去騙自己啦 騙自己是 不好的下定 我們在面對現實 中華民國就在台灣 扶以法僵權 是一個中國的流亡政府 那是中華民國的政府 那不是我們台灣人的政府 中華民國什麼人 孫文什麼人 咦 人家中國人咦 孫文跟蔣介石 他們是中國人咧 齁 對不對 啊這個中國人 在我們台灣的賬款 叫做中華民國 Report of China China 那個China就跟你說 他是中國的 所以這個中華民國 就屬於 中國的流亡政權 他就跟共產黨唱 結果唱書 都來台灣 所以人家說 他叫做中國的 什麼 流亡政府 這都是沒問題的 以前我聽我們林志生 秘書長 齁 他在演講的時候 就說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 我再嚇一跳 啊對勒 他說的就對了 那是我第一個 心裡面齁 心裡面我在懷疑 那台灣好像怪怪 說不出來 他就什麼奇怪 你知道嗎 就好像他怪怪 好像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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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到這樣齁 英講說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 哇 對啊 對啊 這就是台灣的問題 我馬上就來參加我們台灣民眾有這個團體 當然我又在外面 在那裡偷偷摸摸 觀察 齁 但是齁 林志生 騙了英講 齁 那天 拜六到禮拜 我記得齁 拜六他都說兩隻 我記得好像是 七點到八點 齁 七點到九點兩個小時 啊 隔天早上 齁 他還有兩個小時 他好像公布四個小時 那一開始的時候 齁 只要他演講 我跟他說 我都站在 我都在電腦頭前 我都 全心痛 我這樣練 我這樣 練習痛就痛 如果痛 差不多 四個月我真的倒不掉 我就撞過來 你知道嗎 因為他說的是真的 他說的 所有的政府 啊我們那時候就Google嘛 齁 我們名字就差了 欸啊他講的 欸 好像有臭部魚耶 啊他齁 還說齁 美國軍事政府要在台灣 做台灣政府 就只有這樣而已 他好像交代這兩件事 啊這兩件 這兩件我有聽到 啊我就來了 齁 啊我來啊 我看相關的政府 都沒有不對 齁 啊所以我就信到今天了 啊你今天齁 你如果做 對的事你千萬不能放棄 你記得 你做對的事千萬不要放棄 齁 齁 你知道嗎 你做一件 對的事齁 你不能放棄 齁 齁 你就明明知道 你做的事是對的 你為什麼要放棄 你知道嗎 那就是你人生的機會啊 你人生來 你就是要做健康的事 做有意義的事 啊今天這麼有意義的事 在你的手頭上 你為什麼要放棄 齁 齁 你知道嗎 所以你人生做對的事 你不需要放棄 如果 你都不用怕這條路 多重 10年你也要走 20年你也要走 甚至跟你死命結束的時候 我跟你說 你看不到你也要走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你有時候你走的路 齁 那不是替你走 替我們臺灣小小大大 怕什麼你走 你知道的意思嗎 所以你也是要走 准那條路你看不到 我們 真正乾淨 看不到 結果 我們也是要走 你知道的意思嗎 聽到沒有 你就明知道 中華民國在臺灣 就一定有問題 你也知道 你也要把它撞出去 啊你為什麼不做 齁 你知道我講的意思嗎 所以這條路要走嗎 一定要走 你更辛苦 我說 你會說 既然我們這條路要走 我會說 後一條路要走 下下一代也四肖出去 你知道的意思嗎 齁你聽到沒有 那是早要怎麼走的路 早要走早要走 你聽到意思嗎 把中華民國更快 趕趕趕趕趕出 早要走你聽到沒有 把這些本層都趕趕出 齁你聽到 齁你聽到 我們叫做垃圾不落地 你就知道中華民國這裡都是一些本塑人 你敢不敢把本塑留在你家,你敢有那麼誇張 你也知道中華民國國民黨這部份都本塑 垃圾不落地,你把本塑都給他插插出去就對了 這樣就對了 對吧 我們這台不走,下一代也要走 下一代也要走 這條路我跟你說,我們是逃不了的 現在我告訴我們是好運的 你知道嗎,現在有美國有美軍在幫我們幫忙 世界第一的美軍在幫你幫忙,你怕什麼事 你有什麼好怕的 你怕什麼,你怕什麼事 有美軍在給你扣,你怕什麼事 人家以前那些國家都懷孔了,都沒有人幫忙 你知道嗎,都沒有人幫忙 那些人那些人民起來翻空,把這些獨裁政權 和獨裁政權拐拐拐出來了 那很多國家都沒有人幫忙的狀況 用很多種的辦法把這些獨裁拐拐拐出來了 你知道嗎,人死很多人,花很多錢 那沒辦法算的,那不知道要怎麼算的 你知道嗎,那些人也是拐拐出來了 你像美國的獨裁戰爭,他也是這樣啊 美國人要躺在英國國王的管理的時候 人也是這樣啊,人也起來結婚了 那叫做獨裁戰爭啊 獨裁戰爭啊 獨裁戰爭啊 後起來,美國人是多少 是成年男子10% 10%的美國的成年男子死去 你知道嗎,獨裁戰爭這麼成功的 你說他們沒有死人 死多少人呢 算上去死也差不多要10萬人 你知道嗎,應該差不多7萬人 5萬人這7萬人 那叫做獨裁戰爭啦 幫他包含平民啦 那時候美國人口也沒多少,只有200萬而已 死也差不多7萬人的成年男子太多了 你知道嗎,死了很多人耶 你知道嗎,獨裁戰爭在成年男子太多了 我們說那個印度啦 要脫離這個英國的執民的時候 他也去到翻空了 你知道嗎 也死不成人啊 那個印尼你知道嗎 以前叫做荷蘭執民的時候 那也一樣啊 他也去到執民了 你包含這個緬甸 他的人民也去到執民了 這建立一個什麼民主共和國啦 他有人民在這個 煩這個 算說 儘管這樣 你說他們都沒死人喔 他們都沒花錢喔 那些人民都自己沒想辦法喔 當然有外來的 審來幫忙啦 我們說實際的 你看這個 英國的 動力喔 是 那個什麼 那個 印度的動力是 英國齁 跟 印度人說好 說我們第二次世界大戰 如果結束之後 我給你英國 我給你印度動力 但是你答應一個條件 我現在在對這個 卓星國的作戰 你印度人要幫助我 英國打個戰爭 你要保護你們的印度 你知道嗎 他跟印度人民這樣協議 那如果 戰爭之後 我給你動力 當然 戰爭之後 英國有些人沒了 他說 我們就打贏 我們可以比較慢 就怎麼樣你知道嗎 結果 那個 印度的人民看說 英國好像要違反協議 結果他起來之後 也有起來反恐 說你 你戰爭爭跟我說好 你都沒要理性 齁 你知道嗎 也起來反恐 也死人 啊 想要是 英國政府 或要平衡摸 就沒辦法 早就打贏了 你不要再打 還有那個 一個印度救命 我們就知道 那個人叫做甘地 不合作運動 說你如果都沒出來 我以後都不像英國政府繳稅 我都不可以幫你納稅 所以 所有的公務員 我都罷工 我都沒有要配合你 麻煩你英國 滾蛋 你知道嗎 你的意思嗎 你會閉就對了 啊你之前要怎麼打贏 啊所以 英國政府沒辦法偏要摸 離開印度 啊你說他們沒有死人 他們沒有付出他們的代價 有啦 但是這個代價比較輕啦 我們說實在因為 畢竟有一個協議嘛 說政府要讓你 印度去倒立 啊那就是我們說的這個名字 叫做大 叫做大西洋憲章 所以我給各位說齁 你們要去看大西洋憲章的內容 我在我的論文裡面也說到這些事情 說這哪有這 以前受人民的國家都可以去建立國家 你以前做人殖民地的國家 戰後基本上你都可以獨立自主 你可以建立民主共和國 因為這樣規定 所以我們台灣也可以建立一個國家 就是你要照法論來 齁 你不能這樣說現在 中華民國在那裡 黑白在那裡亂 黑白在那裡亂做 那人不信任啦 什麼中華民國就是台灣放屁 直接要就地合法變成台灣 那不可能的事情啦 不可能就不可能啦 中華民國要在台灣 什麼要建立台灣國 那不可能的事情啦 人不想讓人這樣做啦 因為違反國際法理 他還有這個 衝突和戰爭啦 啊其實後面說的一句話真對 台灣的問題就是 中國人太多 他說的這句話是對的 那些中國人 尤其台灣那規國民黨搖叭叭 那就不想讓你好的啦 你知道嗎 你台灣人只要有那規國民黨 你絕對不好的 你知道嗎 所以那規你一定要把它擲出來 你不要問為什麼啦 齁 要把國民黨那規人擲出來 是我們所有台灣人的 怎麼願望清單 你知道嗎 那可能下禮齁 大概是 第三順位 你知道嗎 要把國民黨擲擲出來 我說的 世界很快的嘛 太平洋沒有加蓋 現在阿扁也說的 阿扁也是說出我們台灣人的心聲 幹的 你來這裡就不想做好 整天都搖叭叭 你知道意思嗎 其實阿扁也說也不對 太平洋沒有加蓋 看你買哪裡 很快的 世界很快的 你不一定要這樣躲在台灣 你如果要搖叭叭 世界很快的 好 那我們回歸我們今天要講的 結果 這件事齁 這個 就是這個美国總統跟軍事政府在台灣開始做 運作 這件事是 真的 真的算起來齁 算這個 在台灣的政治最嚴重 算 很大的一條 阿 這是當心跟我說的啦 當然 代表我們的 當心這個政治的民間都真的很好 但是我今天齁 除了這件事要講的 我要用一些法律 來幫你做輔助 美國總統未來在台灣還有什麼動作 要幫你做一個 這個清單 美國總統跟軍事政府 未來還對台灣還有什麼動作 我們用法律來看 這樣來看整組的 未來還有什麼動作 因為未來我們講到一個波動充劇 會有發生很多事件 那到底發生什麼事件 我們做一個整理 我們就知道未來大概他什麼樣的狀況 美國總統跟軍事政府要在台灣做什麼樣的工作 基本上齁 都寫在對 寫在我論論整理裡面 我有講的 對日和平條的台灣關係法跟我們的康務案 他都寫在裡面 其實那個就是未來 我們的主要事件要發生的事情 這是美國軍事政府 很早進行 在那13年前 法律政府台灣政府身份證的時候 跟我們的所有動心說 但是你如果不當一回事 你就沒辦法看到未來要發生什麼事情 其實美國人在做事情 我們說實在 他們很守法律 他們很守法律 他們也遵守契約和承諾 你記得美國這個國家是尊重法律的 尊重契約的 他會履行他的承諾的 他放心 因為我跟美國人做高手過 他們值得信賴 全部他們的修法律 他如果有承諾 他也會去履行 我講實在話 美國人在全世界上 想修法律來說 在前二十名 前二十名 我也不敢說他第一名 前二十名的 沒有問題 基本上你只要有法律 有承諾的 有承諾的 他們的執行 當然他們很聰明 但是基本上 他們不管努力 他們基本上還會收法律 你如果中國人簽什麼法律和承諾都沒有 他們都不會做 他們都扛出去保證 那個國家中國人特別不信用 那你如果不信用有法律 八爪歐益寫在那裡的名字有效 什麼人要承諾 什麼人要承諾這個藥所 法律本身就是一個藥所 那你要準修這個藥所 尤其這個藥所對你很不理的時候 你要準修 這就是法律 法律就是這件事對你很不理 但是你管理去準修 這就是這個法律對你有效 你知道嗎 這個就是法律 所以人家說中國人沒法 沒聽說的就是這些事情 有法律他都沒有要準修 八爪歐益寫在那裡 他都都沒看到 你像習近平說一句話 真的對他很凶 他只說舊金山條約是一張廢紙 我又沒有簽 好出事了 大條了 很大條的 你不知道 一個人就這麼說那種話 我告訴你 你失去所有信用 現在習近平說的話 美國都放屁 現在美國全部全面 紅色警戒說的就是這樣 他沒有要收法律 他準備挑戰法律 出事你不能說你沒有要收法律 你死了 我跟你說 你回來你就準備落台 人家會要你下來 收法律是一個現代的公民最基本的 那一般人民都不幸福 不要說你今天做到總統 做到修長 做到議長 其實那都變高大 你就是要收法律就對了 法律如果是這樣 法律如果是這樣對你很不利的 你也要準修 那就是法律 你知道嗎 那就是法律 所以遵守法律是 就是現代你受過教育的人 應該要去旅行的 這是一個很基本的事情 修法律照理說 在現代是都必要的 我們不是壓慢的社會 我們現在起床 我們現在做社會的事情 都有法律 那你的法律你都不用準修了 你如果都不用準修 你就在路上走 人家交通警察就跟你犯了 那你如果不要入稅 你如果人家就開罰 把你的財產充公 你懂的意思嗎 這就是看你不要遵守法律 那你如果不要準修法律 請我就來了 現在習近平的 中國的 要求美國一直他懲罰 懲罰到什麼時候 他憑著 說我要準修法律的時候 沒有 我要說 美國絕對往私利打 我也跟美國說 絕對要往私利打 他如果不要修法律 你現在就要給死了 你不要讓他發生事情 往私利打就對了 他講 講到他要修法律師 他如果不修 繼續講 講到死也沒關係 因為這種人不想挖 你像普通那樣一樣 往私利打 他夾 打到死就對了 你如果不要修 我現在就在死了 不要講那些廢話 我沒要聽了 往私利打就對了 你如果不要修 往私利打 不要客氣 他如果要嚇到我大條 現在就要給死了 不能再讓他大尾起來了 你知道嗎 齁 我跟美國警告 他如果不要修 我往私利打 不要客氣 不要跟那些人客氣 他不要修了 他雜販的事情 你整個賺他的身份 把他移掉 對吧 我跟你說 我說的是很實在 因為這種人雜販的事情 你現在給死了 你如果看到你的孩子 整天都在為非參作 我跟你說齁 都不要修法 你現在就要來死了 你不能給他出你害人 我說實在話 加法之後 結死了 他不能給我出你害人 你知道意思嗎 我講這也是實話 現在現代 你不要修法 你一定要修 不然我跟你說 你如果去駕駛就大條 你死路一條 你如果看我們每年都 每年都會讓他移三條的 那不是開門 那不要修法 那都煩大條的 你如果這樣人工 去讓他大條 你整 他也是死 那種人早晚 早晚就是死 乾脆你現在讓他死 齁 這我講齁 我你做的事情 我也都沒有在客氣 你如果人工不要修法律 我就往死裡打 不要問我 問我為什麼 因為你不要修法律 不修法律的人 千萬不要給他全力 那很可怕 你給你看 普丁那個人就不要修法律 習近平那個人也一樣 你知道嗎 你如果自己這樣 往死裡打 不要客氣了 你要來調整法律 現在這種社會 不要給你調整法律 齁 你如果調整法律 就給你死就對了 所以我告訴你 如果美軍 你聽我說 絕對往死裡打 打到你要修法律為止 你如果不要修 就給他 給他死 害怕什麼 你聽說 那些人 那些人的害怕事 而已 全家現在就有死 因為我說的是 你像這 中間的小 那些人都要害掉 那些人都不要修法律 你為什麼要給他老 現在 那些人都要害掉了 七十幾年前的時候 就不要來台灣 在中國死掉了就好了 那些人都不要修法律 你老了那些人都不要修法律 你老了那些人都不要修法律 那些人類 你看 現在要向軍事法律 危害人類罪 我講得不對 你如果明明知道 他不要修法律 你早就要害掉 今天有這些事情 你今早就 你八十年前 在中國大陸 把他害掉 不要走 讓他在中國大陸 前世就好了 把他害掉 你有害怕這些事情 我說的都是實際的 你如果不要修法律 這種人都不可以 我說的 真的是不要留 我認為所法律是必要的 我現在很怕的 都不要修法律 我有夠怕的 甚至是直接去 衝撞法律的人 很會越怕 他就明知道這不對 他就怕要抗 怕要抗 那這種人直接淘汰 我告訴你 真的那些人都會出事 你就怕要修法律就對了 法律尊財的那些 對你很不利 你也是要遵守 那就是法律 法律就是這樣 你知道意思嗎 你也說成像 對你不利的 你也要遵守 我這種人 我很遵守法律 法律在那 我也不可以改 因為法律就是法律 人家為什麽 定是有的 原理的 你不要去那條件 就好 例如說這條法律 是惡法 這條法律是惡法 這個是 另當別論 以外 如果惡法是 很多人會去歡迎 那個不是說 只有你會反應 很多人會反應 這條是惡法 這條法律會變成廢掉 除了那種法律以外 其他是合理 合情 合法的法律 你都要遵守 就是這樣 別問為什麼 一些法律都對你看到 你的利益很不利 但是你也是要遵守 這個就是法律 因為這樣 你這樣才不會去侵犯別人的利益 才不會去 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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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社會 一些衝突出來 所以為什麽說 要收法律 我們在這裡 那中國人 那個國家 他媽的土屋 你看 蔣介石的國民黨就土匪 他媽的土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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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媽的培養都沒有要收法律 你看國民黨今天他們說他要收法律 那我早就往私利打 我說實際我都沒有要老 我說的原因 我告訴你你就聽 我沒有在黑白說的事 這些人 該死的原因 是他媽的要收法律 所以到現在也是很該死的 國民黨在80年前 我們台灣的時候 有說他要收法律 到今天 國民黨有說要收法律 都在扭曲法律 吼吼 說什麽經這個開羅謊言 哇 我們這個中華民國就拿到台灣的主權 我你幹你娘的 說一些有的 不早就往私利打 我聽說 我公司在裡面說而已 沒有要怎麽 我說的 都實在的 這些人抓萬事的 聽到有沒有 一個人要犯罪進行一定是 我說一定犯法律 一個人要犯罪之前 他就是清犯法律 就不要講了 當然 你侵犯法律的時候 你就要犯罪了 我看很多了 你侵犯法律 是不是本身 是不是要犯罪了 你如果有行為你就犯罪了 你侵犯法律 就說你 你要跟他犯罪了 這等一個機會 你就現行犯了 你知道意思嗎 聽到嗎 這叫做犯法 犯罪了 他如果沒有收法律 他如果還有一些犯罪行為 你往實力打 你講一下 你現在 人家也在說 武漢病毒的 一些調查 他 他是不是現行犯 當然 美國那邊有很多 還有 人家跟你說 你不能援助 俄羅斯 你有做嗎 那如果有這也現行犯 這也往實力打 這也跟你講 有什麼 美國 要針對中國 怎樣 慢慢把他 要把他脫鉤 然後 阿嬤軍金 越吹越暗 原因就是在這裡 因為要撩 後面的世界大戰 因為這兩個 沒要走好路了 其實你就要看有了 你不能等事情 很大條 才要來處理 我現在就要注意到 知道嗎 我如果國民 我如果說 我米軍要處理大安國民黨 我現在就在收完 我現在就在收完 因為這倍絕對會亂 為什麼 他沒有要收完 這是一個前兆 第二個 他有犯罪的行為 現行犯 就是照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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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些講完了 這也同心跟你說 你真的不要開玩笑 人家現在美軍要來 麻煩你任天跟他們做事 你講話你應該要注意 你應該要修法論 我只要跟你交代 你要守法律 法律對你不利你還是要守 今天叫你下台法律叫你落台 麻煩你落台 你不要反抗 就這樣他叫你落台你就落台 你就叫法律說我時間到了 法律規定我就落台 你上台一樣 你上台法律讓你上台 法律也讓你下台 你就平衡摸給你要下台 不要反抗 修法律就好 那都是對你好的 修法律會保給你的死命 也保給別人的死命 也保給你的利益 也保給別人的利益 所以你要修法律 齁這 這個交友是在我們以後 是很要緊的 反正你要修法律就對了 這是最基本的 我沒有要求你要做好 最沒有你要修法律 你鎖法律 你鎖完法律 你說我對人類有貢獻可以啊 很好啊 非常好啊 怎麼不行 你要做善事可以啊 但是你要遵守法律啊 你遵守法律去做善事 沒有人說你錯啦 你遵守法律不錯 你做善事更好 但是你遵守法律是必要的 就跟他這樣而已 法律如果說什麼你就要修就對了 如果沒有修法律齁 你看普丁跟習近平就好了 跟國民黨就好了 我跟你說一定死得很慘 他們絕對死得很慘 你相信我講的 很慘很慘 慘到你以後不敢去清犯法律 你如果說法律你就怕了 我不會騙了 真的你如果在美國你就知道 真的人我朋友也說啊 那在 美國裡面齁有一件事比四瓜差 就是你犯罪去做法律 你去美國法律跟你抵著 齁那比四瓜難看 第一個 美國的律師費用很貴 好像律師費用很貴 一停啊 我跟你說啊 隨便打完啊 差不多十萬美金 那都是基本的 很慘的啦 所以我說在那 美國齁 大家都這件很怕去調到法律 很怕去清犯 大家都很怕 為什麼 他那個美國法律齁 那個 你如果叫他調到中國 那真的如果成案 立案 立案調查 要求啊 那真的出庭的時候 要求你 你就我講 開到破散了 只有那個庭出 可能要開你齁 一年的收集 一年兩年的收集 那都算算的 只要這個什麼 費用很貴 然後怎麼樣 時間很長 齁 立案調查 我告訴你 一個調查 一個案 可能都一兩年 時間的煎熬 齁 你知道嗎 那不是說只要花錢而已 還有一個煎熬 他說齁 我們那個 我們那個 我們的朋友 那個水 齁 他就是在裡面 有水的問題 然後那個聯邦政府 跟他 他的地方政府 跟他叫 就是叫他要補那個稅 齁 好像被他的那個 被人家起訴 因為他金額有點大 齁 他的錢 算是在台灣這次回過 回過美國 齁 啊 再來料意好像是 好像沒有申報還是什麼 然後他 叫我懷疑說 好像是生錢 聯邦政府說 生錢 叫他要率明 齁 你看他的錢 不知道怎麼用就對了 最後 最後 開利書的費用 這樣開起來 當然想要是 有做改稅 但是他後來好像又補了稅 齁 最後就是說 因為他 因為他覺得很艱苦 尤其就是認罪協商 他說最後他也是請律師 最後也是認罪協商 他說這樣開開來 開差不多30萬美金 把這件事敷掉 他說齁 他說的差不多年齁 比死還要難過 你知道嗎 好的煎熬 你知道嗎 法院的煎熬 你知道那個意思嗎 你請 立書費用差不多10萬塊 差不多10幾萬開了 最後你認罪協商又跟你罰款 然後你又怎樣就對了 花30幾萬美金 對啊你看 欸 其實 這件事在我們台灣 是 逃漏個稅 那個 是小罪 說是在我們台灣這種法沒多少 你只要跟你 應該勒勒勒勒 齁 你的認罪協商 其實哪有花不了多少錢 但是在美國不一樣齁 齁 你在美國就不一樣齁 齁 齁 這個是比死還要 所以說在我們齁 台灣這個制度還算好 齁 齁 你如果在台灣 欠錢叫國稅叫查到 就是說 第一個儆管 你不能出境而已 齁 然後你 欸 進行 逃的你 欸 除了要補 還要罰 齁 你補可能就補 啊還要 付 那個利息 然後還有罰者 齁 他就跟你罰三倍 齁 可能 三倍還是什麼 他要你認罪協商 齁 齁 啊所以 我們台灣這樣來看 還算秀 跟美國比起來齁 算很便宜 齁 你如果在美國要求聯邦政府 還是那種的齁 他是 FBI把你 頂上齁 哇 你就疼了 啊 你說齁 那齁真的齁 歷史還要難過 他說那兩年齁 比死還要難過 聽到齁 那就是美國法論 所以你如果說到美國法論 大家都很害怕的啦 除非你 除非你像什麼 你說川普的有錢 啦 還是 還是像拜登齁 他是 他是一些 算說 你知道嗎 算說 比較有背景的 你這樣在美國更高的氣 更高的氣 更高的氣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你像拜登這種 更高的氣 還是說 沒有啦 像這個川普更高的 還是說 拜登這種的 這會負責美國法論 這樣跟他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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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說 他做氣所這樣 但是 連他們可能都看不起了 不要說那一般的小老百姓 一般的小老百姓 先去抓到美國法論 就真的剩在等 真的剩在等 這是跟你報告的 這叫做美國法論 所以 美國法論真的 對 對 去抓到美國法論的人 情緒很大 你記得 我們的控制案是美國法律 美國法論 而且又是 美國軍事法庭的法論 夭壽 你如果抓到這個 你的話 你不會在意 你如果抓到這個 我想說 我會理解 對美國法論了解 你我們死的 什麼人 調到這種法論 差不多是準備死而已 比死還要難 我不會騙 你會看這個 國民黨 蔣介石和中華民國 我說比死還要難 我不會騙 你也講生笑的 那是你沒有 渡過的 你會計較空空 人家說 出生之毒 不會有 不抹 不抹就不怕 你知道那個意思嗎 那隻牛 小牛 他剛出生什麼都不懂 他不懂老虎的可怕 他就接近老虎 你知道嗎 想要跟老虎玩 你知道嗎 結果叫老虎一隻 把他放掉 那叫做出生之毒 不抹 不抹好怕 那你如果要好怕 你就會怕 你看到這種明星說 我夭壽 不要在剩下等 你知道嗎 你去看我們的控制案 那些卷宗 你知道嗎 跟最高法的立案 放在那裡 還有軍事務法定把這案 你知道嗎 的卷宗調去 你就知道 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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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我不會騙 那是我不會心拍而已 心拍而已 你就知道我講的 我不會跟你說 這是你對美國法律上 基本的一個境界 你不要 隨便去侵犯法律 那些對你一點好處就沒有 修法律有什麼困難 法律下的那些 有人叫你準手 你就準手 你就準手 你不要顧他 你也有 非法的念想 其實我講的 你心如果加到量身的基本上 你不會去調到法律 你的心如果好 善良的人 他不會去調到法律 你有一個善良的心 你自然不會去調到法律 因為我們的法律是在善良來的 是要保護善良的人 真是善良的人 是不會去調到法律 你若每人都很愛笑 都很痛笑 每人 算說都有好處做 都會對他去白人的時候 對他去提爹萬部的時候 說你不會去調到法律 那個法律就是 從我們的量身來的 從我們的量身裡面出來 那是在上帝來的 上帝是良善的 所以上帝在做法律的時候 就叫這個量身 上帝量身的標準來規定法律 說你那不可以做 你若做到這的人 你就是犯罪 你就是犯罪 所以都在那裡來的 所以基本上 你若是一個很量身的人 你 你 你會去做那些事情 你看 那個刑法上面說的 行法裡面說的 頭上說的 每一件事我都不敢做 刑法上面 講的東西我都不敢做 但是明法不一定 因為明法有了一些習慣的問題 我們都要這樣做 你若知道嗎 但是你說這有輕鬆罪 就別人法律 都告訴乃論 有人說我都習慣這樣做 明法就還有的商量 基本上刑法裡面講的是 是都比較嚴重的 那都是人不能做的 你若知道嗎 我你說的一些法律 那都是在這個什麼 這個 在我們的 在我們的兄弟 來的 兄弟在那個 在我們的 龍弟裡面 龍 龍 龍弟的圓頭 就是兄弟 所以 你 你自己在犯罪的時候 其實你自己也知道 那是什麼人跟你說 你自己在犯罪 其實你自己也知道 你在犯罪 其實你自己也知道你在犯罪 你不可以知道 你在犯罪 上帝跟你說 孩子 就到這裡 不要再做了 他會讓你害怕 叫你不要做 啊 所以一個很良性的人 都很受法度 上帝法度的人 那個人的心不去犯罪 他會害怕 他會害怕 知道這不行 我們要準修法度 這就不可以做 你那意思嗎 人家跟優怪 他也說這不可以做 啊 這人是很良性的 人家說是在位 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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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你說的這個 法律 你為什麼要準修法度的原因 你今天 沒有準修法度的原因 是你跟上帝 過得不好 你早就 你勤勞上帝 這個龍弟 你齁 這人人家說 龍心會有九部 你像國民黨在拍 那媽 整個良心都被狗吃了 就像那種人 所以他們 該受懲罰 原理也是這樣子 那早就該死了 那是說 放他很久的這樣 那是要找一個時間 作為他收招 這樣 所以你不可以 噢 就像他們那屁人一樣 整天 空手 母子 都說那些沒話 那以後會有懲罰 那有 最後有刑法 在那等你 所以你自己要注意 這叫做 上帝租款 這個就是主權 你知道什麼叫做租款嗎 對 你的龍弟 我說 美國總統有龍弟嗎 有啦 美國軍事政府那裡 有龍弟嗎 有啦 都在那裡來 在那上帝 那就是租款 知道嗎 我們人的良知裡面有一盞燈 那叫做上帝 那叫做租款 那叫做租款 所以我們今天說什麼國際法 說什麼 戰爭法 或是說什麼我們的抗美案這些名字 那奇怪 抗美案的名字 我給他看也沒有不對 抗美案說的名字是在寫的 那不是 那是軍事政府人員寫的 人員寫我也覺得對 對啊 我沒有意見為什麼 他 他要說的事情是在上帝 因為 上帝教他的法度 他也是這樣破 那我們就對他這樣破 所以 所有人的良心會念上帝 你只要跟上帝會念 你看這件事 大家看都一樣 你包括我剛才說 都要把習近平和普丁往實力打 其實我們大家看都會教 他如果沒有收法度 千萬不要留守 因為他會造成我們人類的什麼 反人類罪 今天不是我不讓你活 是你不要讓我們活 你知道那個意思嗎 這樣你就往實力打了 你知道嗎 是他先不要讓我們 因為他本來就要犯罪 他在說那裡 全部都你看 第一 都八十歲 第二 都在清犯法律 你這你就不能放他 而且他又是現行犯 你像普丁去 打烏克蘭 這就是現行犯 這有什麼好說的 往實力打 你如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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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近平現在也一樣 南海 南海 你們總共的 你為什麼在什麼 港建導礁 那就是 那就是 那就是什麼 那就是現行犯 你南海 你剛才說 那不是你的土地 那怕米軍還在擠 結果你什麼人造導礁 那就是現行犯 所以我跟你說 就只有南海的問題 他就說到死了 你知道嗎 只有那條他就告他死了 你明白了 純粹不用說 純粹還有更多 你知道的意思嗎 懂嗎 人家今天為什麼 美國都不要放 習近平 你也是在這裡 知道嗎 人家你看事情 都很清楚 反正你要修我 就對了 你如果不要修 你還是 第一你不守法律 你侵犯法律 第二個你又是現行犯 不用說 直接就往實力打 現在都這樣 在美國也這樣 那在美國也是這樣子 我們台灣的法律也像這樣 第一個 你違反法律 第二個你又是現行犯 你知道嗎 幾乎法律也找不了你了 換你 跟你沒完沒了 好 那我們就 就繼續看下去 我們來看 美國總統 軍事政府對台灣 還有什麼相關的動作 我們要看什麼 台灣關係法 台灣關係法 裡面有講到美國總統和軍事政府 對台灣相關的動作 都寫在這裡 未來 未來怎麼樣 他會不斷反覆的執行 你知道嗎 都寫在台灣關係法裡面 所以我跟你說 台灣關係法 真他媽的要情 軍事政府在台灣的相關的動作 都在台灣管理法裡面 他都自己扣在裡面 他會做的都在這裡 因為這些都合法的 他合法的就跟他做 這都是軍事政府在台灣 會做的合法法律 他會做的 你知道嗎 所以 你只要研究法律 你就知道 美國總統和國會 跟軍事政府 他在台灣 會做什麼 他就寫在台灣關係法 好 當然他還寫在抗美案 我們的抗美案 那也很困難 那也美國法律 那個也是 美國最高法院他們的見解 你也要尊重的 你知道嗎 那最高法院的見解 那也不是公聲笑的 誒 這個名字都不是我的 都是人 這個 美國法院的 跟美國政府的 這都 都不是我的 我是拿這個法律 再跟你說一件 其實他們說的 都沒問題 他們講的 其實都沒有錯 你就遵守就好了 齁 你也不用想聰明 人家的寫這個法律 是有的 萬英的 人家有研究過 我就是這樣寫 這才符合我們 美國總統的法論 所以他們這個法論也沒有寫 齁 大家來看齁 我只要有 美國總統的地方 齁 那我就講 反正 我們就講的 美國總統跟軍委政府在台灣 有什麼動作都在這裡而已 齁 這就是他做的齁 來 第二條 齁這台灣關係 齁 我論文裡面有齁 你自己看 只要有 只要有總統的所在 我都跟你說一件 齁 第二條 由於美國總統 他終止美國 和在台灣上面的管轄當局 齁 中華民國間的政府關係 齁 所以我跟你講 美國總統來 來我們台灣人 他絕對不會承認 什麼中華民國總統 絕對不可能 他心裡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就到這裡了 齁 好不好 美國總統跟軍事政府 還是美國官員來台灣 絕對不會提中華民國 提到中華民國 提到中華民國 好不好 所以中華民國就滅了 就這樣子 他很味道 人家要想 軍事比較頂 齁 齁 你包含這個 賴清德和胡佑儀 這個中華民國的 這個總統的候選人 你今年8月份 9月份去美國 他們會受到官方的 官方的接待 齁 吃大便 你只看這個 美國的台灣關係 你就知道中華民國 結束了 好不好 好 那再來還有沒有 來 第三條 A B 總統和國會應該根據 其對台灣 需求的判斷 根據法律規定的程序 確定此類國王物品和服務的性質和數量 決定及包括評估上述台灣防衛需求 應該包括美國軍事當局的審核 給予總統和國會的有關建議 齁 這就是在軍事方面的齁 我們一些都跟美國要 目標說的也是這裡 那個軍事政府他會評估齁 這有一個美國軍事當局的審核給予總統和國會的有關建議齁 這就是美國總統和國會的軍事政府當局聯合起來在台灣的作為 這件 這個 以拜登總統撥3.45億美元 說的就是這件事 齁 你自己詳細去看他的法案內容 你看台灣關係的話你會更詳細 你會更了解 再來C 1 總統被指示應迅速通知國會 如意台灣上面人民的安全或社會或經濟制度遭受危險 由此產生危機美國利益史 總統和國會將依憲法程序 決定美國應付上述危險所應採取的適當行動 好不好 這件也吵有這個意思 台灣遇到危機的時候 美國總統他可以繞過什麼 他可以先通知國會 然後他就先行 按照憲法的程序 該怎麼樣就怎麼樣 他跟我們台灣動作是美國一樣 你知道的意思嗎 所以我們想美國人來報告就是 台灣 等 他是什麼 他有點像美國的領土 有點像 他海外領土 台灣看作像美國的海 海外領土這樣保護 所以我們屬於美國憲法之下 你知道嗎 我們在美國法律裡面有一個叫做 裂島地區的法律 我們得適用裂島地區的法律 他有針對太平洋地區的那個裂島法律 什麼叫做裂島法律 你帶夏威夷 關島 塞班 跟我們台灣 還有跟美國有簽軍事協定的一些國家 那些太平洋國家 一些諾魯的 一些很小的國家 那就是裂島法律 他有一個美國法律叫做裂島法律 他針對我們裂島區的法律 那個是很特殊的法律 但是那個也是美國法律 所以叫做裂島地區的法律 這是美國法律的 會針對太平洋的一個特別的法律 所以你也要知道 我們這是美國憲法跟美國法律 跟我們保護一下這個 在美國憲法之下的那個 裂島法律 你知道嗎 所以 定義說 說得簡單 我們台灣就是有美國總統的保護 然後他把我們看成 美國的海外領土 美國在海外的一個領土 算他在討論 因為今天台灣是有美國總統的特殊 跟保護 就差不多這個意思 大概我們說他很像而已 好不好 這樣比較好做理解 好 再來就是 這個第四條的B的第二項 依據美國法律授權規定 美國與外國民主國家聯邦國家政府 或有之實體 所進行或實施各項方案交易或其他關係 美國總統或美國政府 部門批准 依據本法第六條規定 遵照美國法律同樣與台灣進行或實施上述各項方案交易 核種或其他關係 有沒有 所以我們台灣使用美國法律 使用美國法律 沒有說他 整個意思是這樣 他是先使用台灣的法律 但是台灣的法律如果找不到時候 如果沒有相關的法律 他就使用美國的法律 他基本上是這樣 他也是尊重你台灣的法律 但是你台灣的一些法律 如果沒有規定的時候 他就尊照美國的法律 他就尊照美國的法律 還有一些美國總統跟對台灣的交往的時候 他是按照台灣官的法去處理 為什麼台灣關係法是優先法 他也有講到這些東西 我們後面會看到 基本上台灣關係法就要緊了 我告訴你 美國總統對台灣的交往就是台灣關係法 為什麼呢 因為台灣關係法裡面有規定 他是最優先法 你站在美國總統對台灣來說 台灣關係法是他最優先要去符合的法律 啊台灣關係法就是美國法律 你聽到好不好 而且是針對台灣最優先的法律 所以很簡單的 定義說 美國總統在進行相關的政策 他絕對尊守台灣官的法律 所以我告訴你台灣官的法 我告訴你為什麼要緊的我們在這裡 你會了解他的結構 他的結構就是針對美國總統 針對台灣的就是台灣關係法 你問我為什麼 法律規定的 你不要去黑白的法律 你不要去討論什麼 有人會找什麼台灣關係法 沒有啊 你施大便 聽你黑白的說 如果說真的台灣官來 他不會寫在這裡 這特條就寫在美國總統 這特條的法案和賓鬼都美國總統 只有美國總統在台灣關係法提了20次 說超過20件 你說他沒關係 沒關係 都總統誰在這裡 美國總統的事情也沒關係 在我們台灣也沒關係 你在說聲笑 你算老幾 美國總統在我們台灣最大的權威 你知道那個意思嗎 他最大的權威 什麼人有比美國總統在台灣那麼大 來啊你說啊 你說啊 美國總統會有 調動所有的美軍呢 你不要說聲笑了 你不要開玩笑 你真正的權威好不好 他會發佈緊急命令呢 他會發佈台灣的概念呢 你知道嗎 他會 發佈台灣進入戒嚴的狀態呢 你知道那意思嗎 你講聲笑 你以前不要戒嚴過嗎 美國總統就有這個管理 他會宣佈台灣進入軍管 你開玩笑 他權力多大 你不要負責 那就是美國總統的管理 你不要去調整就對了 因為這個法律規定的 美國總統就是有那個權力 啊不然什麼人要來保護台灣 如果真的台灣出事 什麼人要派軍隊給我們餵 我問你啦 那也是美國總統 我是沒有辦法保護你 但是我跟你說美國總統有辦法 就是這樣啦 那你講白一點 好那再來 還有第五 不論本法律任何條款 或是美國總統給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承認之舉 或是台灣上面的人民和美國之間沒有外交關係 美國對台灣缺乏承認以及此等的情勢 應該在任何的行政或司法程序中解釋為任何的美國政府機構 委員或部門查明事實或判定的法律依據 依照1954年原子能法及1978年防止核子擴散法 得以拒絕許可申請或是撤銷以核准對台灣的核子出口 你說台灣是核子列管的地方 就是說 美國政府有規定 台灣基本上不擁有核武器 那規定 台灣不允許擁有核子武器 以前中解就跟中間國偷偷要做核子彈 最後來就張憲義的探討事件說了這件事 所以在後來就有實施台灣關係法 說你不能製造核子武器 因為這美國的CIA早就知道中間國和中解就 偷偷做核子武器 美國把他帶掉 他死後就是說規定台灣不要有核子武器 因為什麼樣的原因 因為我美軍就有核子武器 所以你台灣不允許 你台灣是我美軍的保護 你有核子保護傘 所以近期有你講的話 台灣要納入核子保護傘 那個即使不避邪 因為台灣本來就有核子保護傘 因為台灣只要叫美國總統和軍事政府 自然會有核子保護傘 因為台灣是美國的國內 所以適用美國法律 所以台灣有核子保護傘 台灣說的壞掉是美國的海外領土 差不多那個地位 我說都差不多 所以他用美國的憲法 適用你台灣 好那再來再看一下 第六條 就是美國在這條很快 第六條 美國A 美國總統或美國政府各部門 與台灣進行 即執行的各項方案交易或其他關係 應在總統指定的方式或範圍內 經由或透過下述機構來進行實施 這是什麼意思 美國總統跟軍事政府 如果真的要對台灣做什麼相關的大的動作 一定透過美國在台協會 第一美國在台協會 這是一個依據哥倫比亞特區法律 而成立一個非營利公司法人 或總統指定繼承 這個我等一下再講 這個也蠻重要的 我們先說第一項 美國總統如果對台灣的政策 已經透過AIT 美國在台協會 那美國在台協會 就是你自行美國總統 異敵的一個民間單位 但是我說這個民 這個民間單位很不簡單 他擁有特權 在台灣的地方 他在台灣有特權 這是美國總統給他的特權 你知道嗎 他的地位 就等同於美國軍事政府的地位 你知道嗎 AIT的地位 就定於美國軍事政府的地位 你知道嗎 因為他有特權 我這樣跟你說而已 你美國總統對台灣的政策 一定透過AIT 基本上 會透過AIT 達成一些協定 AIT 實際上 就是我們台灣的大總管 真的你管理台灣 這麼有管理的 實際上 日常在做運轉的 是AIT AIT 就是我們台灣政府的本體 台灣政府實際上就是AIT 中華民國是中華民國的流行政府 你知道嗎 那是美國總統跟AIT 跟台灣政府做辦事而已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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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地位 中華民國在台灣地位 就是美國總統 跟軍事政府養了一條狗 就這樣子而已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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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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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是 AIT未來就是繼承臺灣政府 AIT就是臺灣政府 所以我們要去做官 要去哪裡做AIT AIT背後有一個美國軍事政府 下降臺灣民政府 你知道意思嗎 你知道嗎 我們就是他下降臺灣民政府的部份 所以我們要去 就一個所在實質上是AIT 你知道嗎 美國總統的下民典 你知道嗎 要做臺灣政府 如果他要做臺灣政府 我們就要去掉 因為我們是臺灣人民的代表 因為我們的國籍正確 我們有控制 在臺灣所有團隊 來臺灣什麼人有控制 什麼人有去控制 你知道嗎 我在跟你說白了 這是美國軍政府把臺灣民政府去控制 你知道嗎 他把我們特別用一個美國軍政府 臺灣民政府的法人團體 去幫助我們去控制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會成功是要感謝軍事政府 那是軍事政府給我們成就的 不然我們在這裡發發發 你認為我們在這裡發完就要成功了 你如果沒有美國總統 國會跟君主政會幫忙 我們絕對不可能會成功的啦 我沒有認為我們會成功啦 你知道嗎 我們這些都老弱殘兵 我們平均七十歲 你認為我們真的會成功 臺灣那些老百姓看到我們這裡平均七十歲 沒有人認為我們會成功的啦 我也覺得他的眼睛沒肚子 但是他 不知道一點 我們這種的臺灣民政府背後是有軍事政府在支持的 美國總統 國會跟軍事政府 你沒有辦法有什麼法律規定的啦 所以你要看法律 你齁 這麼知道說 什麼人是真正的臺灣民政府 真正的臺灣民政府就是美國總統 國會軍事政府的臺灣民政府 這才是真的啦 他就寫在加加啦 寫在臺灣關係法 那秘書政府發那個 美國哥倫比亞的 贈書當中三項 你有去看嗎 他在說的就是這些事情 阿人我一看我就看了有 有什麼因為我有討厭 我真正有討厭 我真的是 我告訴我真正 欸 這重要的事情 我是絕對自己來 我不會去勞告的啦 很重要的事情我自己來 這個我覺得說 討厭這種東西 不可以假鎖他的 齁 我知道是我知道 你知道是你知道的 我是跟我知道的都寫在論文裡面 但是你如果沒看你也是不知道的 阿你看你如果看了沒有 不當意為事你也是不知道的 但是我都有說 我都給你假 我都是照 最標準的給你假 好 那再來還有什麼 還有 這 這我都說了 這很重要 我們要做臺灣政府 什麼人給我們成立的 美國總統 美國總統 指定成立 繼承上訴協會 相應的非政府實力 就是臺灣政府 臺灣政府是美國總統指定的 這條 什麼人要去做臺灣政府 AIT 已經講白了 不二嫁 你問了什麼 你問了為什麼 法律規定的 臺灣關係法規定的 他美國一定 照法律你走 所以大家 以後說什麼是臺灣政府 你如果好法律 你就不會反應了 因為一定是AIT 那一定是AIT去繼承 臺灣政府 你不要問了為什麼 因為法律規定的 因為 AIT 他的小老弟是誰 蔡英文 蔡英文 那個 臺灣機構 是 AIT的 小子 我現在老大 AIT我要成立 臺灣政府 你蔡英文跟他反對嗎 蔡英文平常摸的 蔡英文只好下跪 蔡英文如果下跪 這整個中華民國都下跪了 你聽到有沒有 對好不好 這樣就整個去美国總統怎麼摸他 我跟你說齁 這個事情隨時的發生齁 我跟你說齁 這時候說是 我不知道當時 你不要問我 我 我真的不知道 我覺得說齁 一直到520進行都有可能 蔡英文齁 嘿 你知道齁 皮仔夢的 齁你知道齁 嘿 接受臺灣政府架構 你知道嗎 如果美國總統跟郡主席 民陵叫他跪下 蔡英文 蔡英文不跪下 蔡英文整個中華民國就結束了 他就跪了 都沒有啦 再來 B 每當美國政府總統 或任何政府部門根據美國法律 授權或要求其簽約 執行強制執行或執行與臺灣相關 的生肖協議或交易時 該協議或交易的簽約執行強制執行 應該在總統的指定方式及範圍內 或藉由 在台協會 有沒有 非常清楚 美國總統所下的民陵要執行 透過 美國在台協會 所以 美國在台協會 管理很大 我還定於美國總統的 但是 美國總統的 什麼 直接代理 定於 AIT的 所有 有什麼人的背書 美國總統的背書 他也有 他也有 美國國會的背書 也有 軍事政府的背書 你說 AIT在台灣是不是老大 對 再來C 我跟你講一下 該協會 設立或執行業務所依據的哥倫比亞特區各州或政治分支 單位的法律 規章章程命令 阻撓或妨礙 該協會依據本法律 組織公司或執行業務時 此等法律規章章程命令 必須將本法案視同為最優先的法案 有沒有 他說的什麼意思 台灣關係法是最優先的法案 高於一切所有的法律 包含 吼 包含什麼 包含美國法律 其實也包含美國憲法 所以 美國憲法 吼 跟台灣官人比起來哪一個在台灣是優先法 還是台灣關係法 因為他有特別規定啊 你知道台灣關係法就是針對台灣的優先法 針對台灣的優先法 裏面有講到美國憲法 你知道嗎 所以是台灣關係法是優先法 之後才是美國憲法 也不是說美國憲法不重要 是說因為這個法律特別規定 他針對台灣然後他是優先法 必須將本法案視為最優先的法案 他說得很清楚 你不管美國什麼法律 吼 你的等次都 緊對打的 會以台灣關係法做最優先法 第七條就比較沒關係 第九條 第九條也比較沒關係 來第十條說的就是 就是蔡英文 蔡英文就是台灣機構 A美國總統或任何美國部門 美國政府部門 依據美國法律授權或要求向台灣提供或由台灣接受及接受任何服務聯絡保證 承諾或其他等事項應在總統指定的方式及範圍內 向台灣設立的機構提供上述事項或由這一機構收到或接受上述事項 使一機構是由美國總統決定而擁有必要的權利 根據本法律代表台灣上面的人民提供保證及採取其他行動 這就是說 我問你一個問題 蔡英文的直屬老闆是誰 蔡英文的老闆是誰 蔡英文的老闆是美國總統 所以你看 蔡英文 賴清德和胡佑儀 他們都要去 美國 去國王部被摸頭 他選上中華民國總統的時候要白宮的好點 說的就是這件事 所以在跟你說我問你啦 中華民國背後的老闆是誰 嘿 就是美國總統 啊這個 所謂的蔡英文他們這個中華民國總統實際上是 美國總統設在台灣的 行政長官 這就是行政長官 蔡英文實際上就是美國總統的在台灣的行政長官 你做行政方面的長官 但是他受AIT的控制 好不好 他要接受AIT的命令 AIT就是這個中華民國的監督人 對 這個 台灣機構的監督人 你做感動 所以說 中國民國總統 台灣如果拒絕 台灣如果拒絕 他要受到這個美國白宮總統的賀電 說的就是這件事 因為我們台灣的這個行政部門 這個台灣機構 實際上是美國總統設立的 所以你要尊重美國總統 所以你看看 賴清德 跟侯友宜 8月9月又要訪美 有沒有 他們如果不去訪美 那他選上了就沒有賀電 那你就 中華民國你就拒絕了 我看8月9月 我看 我看伴世 伴世人不給予他 那中華民國伴世就結束了 我不知道 我有猜 我用余的 余的都不準 那伴世給我余到 你們看著辦 反正 在下個月就8月了 8月是賴清德 9月是侯友宜 那些什麼人呢 我聽說那個 柯P啦 柯P3月份就去過了 啊蔡英文是4月份去的 他們都去美國吃一個水分的 結果美國都不鳥他們 他也知道害了死了 那中華民國好像要收起來 你知道意思嗎 好 再來 B 台灣設立的機構是由美國總統的要求 擴展的設立有嗎 說得很清楚的 台灣的這個中華民國 這個台灣機構 實際上是美國總統選的 所以我一直在說啊 這個中華民國是美國總統吃的狗 我並沒有說 我沒有亂講 因為我看了台灣官員 我就笑出來了 機構之官員及輔助人員和以前一樣是先前在美利堅合眾國裡面營運 是1979年1月1日以前的中華民國被承認作以像是台灣上面的國家黨籍 這個什麼 用這個 美國的 台北經濟文化 代表處 所分支過來 本出來 其實中華民國的中華民國的中華民國是在美國 因為他說得很清楚的 和以前一樣是先前在美利堅合眾國裡面營運 是1979年1月1日 以前的中華民國 你知道意思嗎 現在中華民國在美國裡面他有沒有機構在運轉 有 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那個 那個實際上就是中華民國現在的總部 還有一個地方就是那個雙向眼 就是那個雙向眼跟那個 我們這個在美國的台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 那就是中華民國的總部 所以中華民國的總部現在就在美國 那個台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 那是他的總部 他總部在那邊 啊我們台灣這個中華民國實際上就是在台北經濟文化 代表處 那還本出來的一個行政機構 他叫做台灣機構 啊你聽好嗎 當然你覺得不可思議 但是站在我這個法律的時候 他是可以的 他是可能的 所以我們這個蔡英文實際上美屬的 你知道嗎 他這個台灣機構 中華民國是美屬的機構 有沒有 一定說我很清楚的啊 機構之官員及輔助人員 和以前一樣是先前在美利堅合眾國裡面營運 會這個中華民國 聽好嗎 所以他叫做台灣機構 美屬的狗 今天不管你叫什麼名字 你要叫他中華民國 還是要叫他台灣機構 還是要叫他中華民國台灣 他就是美屬的狗 就這樣而已啊 簡不簡單 好簡單啊 你知道嗎 是不可能去做主郎的 因為就是主郎 主郎是什麼人 我們這裡是借家的台灣人 我們這裡借家的本土台灣人 那是主郎圍的 你知道那個意思嗎 那是軍事政府跟我們說 那是主郎圍的 那未來是要 扶植我們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民政 我們這輩的 動心 的人 你知道意思嗎 他會從我們這裡 開始運作了 那就是我們說的 開機關注 那就是台灣政府的 創始會員 好 已經授權 給美國在來協會 及其支援 相批配的台灣特權 及豁免權 所以我講的啊 AIT 在台灣是有特權 跟豁免權的 總統被授權在擴展台灣機構 和其適當支援旅行 有效 表現的功能 所需要的特權 及豁免權 一說AIT 先有特權 跟豁免權 然後總統再說 台灣機構 你包含蔡英文他們 也有特權 跟豁免權 所以我說這個 因為 蔡英文他們現在是美國總統所賦予的 戰地特權 所以你也 不可以直接去衝撞蔡英文 因為他有美國總統的特權 知道嗎 要收拾蔡英文 中華民國他們是美國總統的權利 那不是你的權利 人家說打狗也要看豬免 你就明知道 蔡英文是美國總統遲的狗 你也不用擋了 美國總統的狗 你擋 我跟你說 豬免會想起的 齁 你知道意思齁 你也不能給他 蔡英文也會 蔡英文你也要給他 剩餘就好啦 剩餘就好啦 你就知道美國總統遲的狗就好啦 你不要去惹他齁 你如果去惹他 我說會給你電 他有責款啦 特權啦 後面錢 對啊 你 你是問他不對 他有法律的保護 AIT會造他啦 AIT會造蔡英文 所以你 所以你也動不了他 你知道嗎 所以我叫你修法律 你就用法律保護你 他也動不了你 吼 好 再來第11條 A 依據總統 可以指定的條件及情況 任何美國政府部門使接受職務 與美國在台協會的部門官員或僱員 可在一定 時間內分離於政府職務 吼 就是說未來 吼 我跟你說實在話 我們要成立台灣政府的時候是沒有人 沒有人對吧 你沒有一些行政關聯 沒有一些專家 沒有一些學者 你現在要怎麼處理 美國總統會直接調過來 美國總統說我要成立台灣的 台灣的美國軍事當局 他就調過來 總統有 派任的權利 總統有指定的權利 總統有指定要組台灣政府所需要人臉的 的那個權利 他如果說做美國總統就做了 他就下令AIT 你去 繼承 台灣政府 我現在要做台灣政府 美國軍事政府 台灣民政府 你去做 你認識嗎 這是總統的權利 所以你放心 我們台灣政府做起來 為什麼是美國總統 跟美國政府要反倒做 我們一定做起來 你放心 沒話說做不起來 所以外面那些傲人 看說我們這裡 賓軍70個 給我們看說我們一定沒效的 其實他不知道我們背後是 整個美國政府跟總統在跟我們倒三天 所以後來做不起來 你知道嗎 我們一定做得起來 我們如果做不起來 沒有人在台灣做得起來 我們要做台灣政府這件事是美國總統會幫我們幫忙 你問我為什麼有法律規定的 那法律就是規定總統的這個權利 吼 有那個叫AIT去組台灣政府的權利 啊我們的康律規定也有說 台灣人沒有國際沒有政府 七十幾年了 吼 你美國說的人權至上 你台灣人一直七十幾年沒有國際你要怎麼處理 啊你找一個本土的台灣人來做台灣政府 什麼叫本土的台灣人 日俗美責的就是本土的台灣人 跟我們秘書長說的那個我們的法律律師都對 所以你一定要堅持我們這是對的 中華民國他們的人國比較多也是一項的錯誤啦 你聽到有沒有 我們人國比較少國比較老我們也是正確的啦 那個 法律的名字跟人責人責都無關的 跟什麼人你支持的都無關的 他的法律就是法律 他如果法律說你學我你就是學我勒 你知道嗎 法律說你合法你是民意 就是合法的 你的堅持法理至上 法律如果我愛就是我愛 他說台灣就是台灣人的 你知道嗎 齁你知道嗎 啊什麼是台灣人你要定義嗎 台灣人沒有定義中華民國人的 中華民國人是站在台灣當頭上的人 你站在流亡的狀態的 那不是台灣人的 台灣人有的法律定義的 台灣又是日本的領土的 那你究竟我們條件裡面有說 台灣是日本分離中的領土 所以你站在台灣當頭上的這輩子 以前的日本人 這是真正的台灣人 啊美國跟著政府知道了 所以他要找我們一輩真正的台灣人 去做台灣政府啊 啊不然如果你做台灣政府的時候 靠腰人說 幹你老師啊你如果沒貴 你如果全部都沒台灣人 你是要做什麼台灣政府啦 那會看的 你知道意思嗎 齁 你要做台灣政府裡面什麼有台灣人 啊台灣人在那裡哇 我們這三百的 齁 我們這平均 七十歲三百個老頭子 你知道嗎 就是我們啦 我們就是台灣人啦 所以你知道我們的貴重在那裡 你如果沒有人去 你如果說 我們說 我們這三百的老人 如果說真的沒有去參加 這個美國政府政府 台灣民政府 我們就沒有台灣政府了 什麼看的原因 沒有台灣人啊 啊你成立三小台灣政府 人家說 啊你台灣人 你這台灣政府 啊你台灣人在那裡 靠腰結果國一拿起來 都中華民國 幹那會看的 靠腰喔 那不用幹的啦 不能這樣捕啦 那不會看的啦 那台灣人在那裡 齁你要拿台灣政府 身份證的人 那才是台灣人 所以人秘書就說 你有去辦身份證嗎 你有去辦嗎 你若靈港人要去 集結的時候 我第一件的事情 我說你身份證都要拿出來 你的人民你是台灣人 你若沒有 我會說你不用就職 我會說因為你不是台灣人 你不是台灣人 你不能去參加台灣政府的公職 對不對 這君主政府一定會要求的 說你有辦身份證嗎 啊你若辦身份證 第一個要求 第二你有 你有 你在裡面有收 幾幾毛 或是剩菜菜的那種的 或是剩菜雞的那種的 你若那種人也沒辦法你去 齁你就在裡面 第二有台灣政府的新聞證 第二 齁你有 你有說說完法理性的 你這對台灣 實際微占相關 你是台灣人 你有一個 健康的人罰 齁你好運你又再有競調 齁你知道嗎 這樣你才是 借港人證 齁台灣人 啊你是台灣人 你才可以去就任 台灣政府官員的公職 知道嗎 啊蔡英文他們不是台灣官員 對啊 齁他們是 台灣機構的官員 可以 但那個也不是台灣人 因為他的新聞證 比他們拿的是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敢是台灣人 也不是 你拿中華民國新聞證 告訴我證明你是一個 中國人而已 Report of China 那個中國證明你是中國人 你是要回去跟 習近平統一的 你知道嗎 你空空的 那不是台灣人的 你都拿中華民國新聞證 你自己騙自己 說那個台灣人 你用騙自己 你不可以騙美國軍政府啦 美國軍政府很清楚 拿中華民國 那不是台灣人啦 我就想絕對不是的啦 你若是要證明你台灣人 你要拿台灣政府的新聞證 齁我給你交代 你新聞證 假扳一項 齁 你若扳新聞證就 美國軍政府比較快的 你懂什麼 他就比較快的 看我 還有人在扳 夭壽 還要快的 不然他又背越慘 你懂什麼 你怎麼變美國軍政府 我跟你說了齁 還比較用的人齁 他 他也是一個空房 人家說 以前有一個 那個什麼 那個 一個 一個 在那個 那個什麼 在希臘神話 裡面齁 有一個很無敵的男人 他叫做 阿 他叫做 阿斯里姬 齁 你知道他全身就是 沒有弱點 但是他只有一個弱點 就當他一出事 當他 做baby的時候齁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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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 知道美國軍事政府在台灣的阿姬 理事件 在哪裡你知道嗎 對 辦新聞情 你來辦新聞情 他就在 他 夭壽了 還在背了 哇 台灣人都知道了 哇 他就沒關係 我告訴你 他就在燒 你知道嗎 換他在燒 對 所以我說 那個 之前 我們 在辦新聞情 人家 說我們詐騙 那是美國軍事政府 在中間 夭壽了 我還在辦 你不要輸得 賭 賭得 賭 我沒有 我就要沒有那條錢啦 後來後來就是詐騙集團啦 對啦叫你不要再來啦 你知道那人他 他的人數額滿啦 啊這就是阿姬理事之間 我說人和國家勇的啦 齁像那個美 美國金主主會都說是 阿姬理事啦 你知道嗎 那是找不到人的啦 沒有人家做得到人 做得到人就衰啦 就是我說 他也是有他的家庭啦 齁那個阿姬理事之間 人和人都有啊 國家勇的人也一樣 齁有沒有 從那個我們的 聖經裡面的歌歷啊 有沒有 那個巨人 齁你知道嗎 他無敵的 齁你知道嗎 結果他只有一個弱點 他的眼睛 哈哈哈哈 他身體大人都連他的眼睛都連啦 結果叫那個大衛 我們的David 齁大衛王 用一隻酒頭 在眼睛給他牽牽牽 你知道嗎 那個就跟我們說啦 國家勇的人齁 也有的痛痕啦 那個美國金主主不是無敵的啦 他仍然有他的痛痕啦 有他疼的地方啦 你知道嗎 你要把他吹出來 他哪裡 你哪裡 他把他拚 你知道嗎 他就要緊張 他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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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 我也有我的弱點 他就大家都 凡夫 熟子啦 齁 因為我們拚到沒錢啦 你知道嗎 只要這樣人家算了 就拚不去啦 拚你們這四萬的就躺貨了 你如果再拚 拚來兩萬的 你看他要怎麼拚 他哪裡去生錢 那要拚 那要拚我們的錢 都算好捏 你知道那意思嗎 那沒開店 那開 你如果一開店 一個要拚多少 哇你就慘了 你錢要跌出來 嘿 嘿 阿不然你就慘了捏 你開玩笑 對啊 我們這台灣這七十幾年 是有這個 中華民國的 吞達是中華民國要拚的 啊 中華民國拚不夠 是美國政府要拚的 啊 到時候就 開天窗了 齁 你那意思嗎 所以我跟你說 那軍事政府 也有他的 也有他的痛痕 對 嘿 你去辦新聞賬 你如果如果辦 他就真的越中心 欸 我是剛才跟你說的 你不用說我說的 你是在那個房間裡面聽到的 我是偷偷跟你講 他在痛的地方就這裡 他就怕貝錢啦 怕貝我們台灣貝太多 他不敢啦 會輸不去啦 好啦 這就比較沒關係啦 再來的十二 十二就是一些協定 他總統可以把台灣的一些協定 都秘密 秘密秘密協定 他可以不公開 可以繞過國會 這個裡面都有講 他國家安全的部分 你 你自己去看相關的 我們的論文裡面 說的 美國總統的部分 第十二條 你自己看 第十三條也好說 十一十三條也好說 好 好好好 這樣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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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去看 再來 你知道美國總統 從台灣的相關的 黨 全部都在這裡 那今天到這裡 謝謝各位